好那么县政府呢 克服南北狭长地理环境的限制 避免生长者或有长照需求的民众 南北周车劳顿 委托了门诺医院 预理开办花莲县南区辅聚资源中心 那么县长徐真卫 门诺会总执行长张文信等嘉宾 5号共同主持接牌启用 加会了花莲南区的生长一级长者 县长徐真卫 门诺会医疗财团法人 所属机构总执行长张文信 门诺医院院长吴枪亮 及南区乡镇首长县议员等嘉宾 共同拉下红布条 花莲县南区辅聚资源中心 也正式开幕启用 现场一片喜气 花莲县南区辅聚资源中心启用 123接盘 谢谢 我们一起掌声感谢 花莲县南区辅聚资源中心 服务时间为每周一到周五 上午8点到下午5点 提供民众扶具咨询 到载服务 评估维修 租借等服务项目 藉由专业团队提供最符合 个别需求的扶具服务 提升生长者及失能者的生活品质 及舒适感 爱的结合 南区辅聚资源中心 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那我们未来也会在 更多的这个 提升的上面 怎么样来帮忙 需要持续为 南区的这个花莲县的县民 提供一些服务 所以要拜托各位在地的这个 镇长或是 村长 如果我们这边有哪些可以赶进的 就跟我们提醒 好让我们这样的服务 这个爱的展现 更加的 并且南北辖长的地理环境 让不少生长者或有长照需求的民众 必须得要南北周扯劳顿 现在透过第二个南区 辅聚资源中心的拓展 突破距离和交通的限制 能更快速更及时的提供 各辅聚资源服务 我想这对于长者的便利性 家人的安心安定 这对于社会的稳定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要再一次谢谢 医疗单位的权利协助 专程南下参加接牌 启用典礼的县长许正位 也进一步表示 规划在明年完成 二中心五据点六便利站 珍舍吉安乡瑞穗乡 两个补具据点 以及秀林乡复里乡 两个补具便利站 以完善建构 花林县各乡镇市的 补具资源网络 记者石玉兰玉礼镇采访报道